歡迎好朋友來到古海大丈夫 現場為您邀請到的是 詠誠國際頭顧陳建成分析師 建成老師好 田徑好 眾所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朋友們你還記得嗎 在昨天 昨天老師開牌的是 4951的金拓科 金拓科 在挪移金拓科的時候 圈內打扮的好朋友 你有沒有眼尖的看到了 老師你還有一檔威鋼 那時候威鋼買了68塊 山頭邪照的時候買 今天整個記憶體族群好強 威鋼金來到了83塊 昨天我是不是給你開這一張 直接現場挪移 我是不是直接現場給你開這一張 對 對不對 然後就露餡了對不對 威鋼就露給你看了 整個3月你知道我威鋼店做了兩趟 有 有沒有 這有公開的 今天的威鋼店還來到239 很強 對不對 繼續強 今天威鋼店還是續強 有沒有 有 好 來 威鋼 其實我在3月 我跟你講了幾次記憶體 但是我都沒有告訴你 我有威鋼 對不對 這代表怎麼樣 我沉著住氣 對不對 我不像說有些人 股票稍微漲一下 就馬上拿出來 你看我有這一支 但是呢 我要讓我們的會員 我要讓我們的會員賺得怎麼樣 價差拉夠大 對 不然我一輛你沒入會 我怎麼對有付費的會員 有一個公正的交代 來 所以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我很真誠 是 我上禮拜 月底我告訴你說 集團做亂股 我手上的就這一張 就只剩這一支 我還沒開 說開就開 我說不管有漲沒漲 我給你開 最後一天一定開 環球金 台表科 台勝科 我是不是給你開了 開了嘛 來 所以全年打班 我在生日標舞派對之後 我一直在跟你推全年打班 我還是告訴你說 一年期給你超優惠甜甜價 對不對 對 新唐 我們集團做賬做到160 有 看到了嘛 對不對 好來 金拓科 昨天開囉 20塊價差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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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三月才來的 你10塊價差 可以 但是你早一個月來 早兩個月 你可以有20塊價 很多買45 對我們有的買45 我等一下可以讓你看 直接看了 對 那威剛 我們很低調對不對 對 但它也是成概股 什麼時候我才會高調 來 價差拉大了就會高調 來 這是今天的新聞 很多人看到這新聞 哇 三星砍產能 低倫傳年減3% 你現在等到新聞來 那投信都給你買多久了 我們昨天是不是告訴你 投信都已經連買10天了 對不對 連買10天 消息出來了 幹嘛 立件大人 準備 飛龍在天 喔 所以今天的威剛 今天的記憶體 立件大人 有沒有 今天是整個記憶體族群 是整組喔 剛剛你看到 來 你有沒有發現 我不是今天威剛 大漲 我才拿出來跟你講 我有威剛對不對 怎麼那麼湊巧 我提前一天開牌 昨天 昨天開的 怎麼那麼湊巧 我昨天提前一天開牌 今天它都飆了咧 但是很抱歉 我們買在 我必須告訴你 你凡事 你要跟著消息 請問你今天有低點可以買嗎 有嗎 今天直接開高喔 你今天連想要賺3塊4塊 你都賺不到 對它是直接現衝 有沒有 你今天連想要賺3塊跟4塊 你都賺不到 的原因就在於 你沒有超前部署 提前卡位 我們說買點決定勝率 是 對不對 今天直接開多少 83 你看到新聞 你直接去開 今天83 你看到新聞 直接去買83 你到收盤都還被套 對不對 還被套 但是呢 83 我們的成本 昨天其實就開給你看了 68 68 全年打班 是 全年打班 多少 68 68 到今天83 我跟你講我是沒有辦法 去年10月那一波 大家不敢買股票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在買微缸了 對 那時候60以下 75 這段時間 我們就已經做一趟兩趟了 有 有沒有 我有沒有跟你講說 資金我會幫你做短中線跟長線的分配 短中線我們就是做價差 是 對不對 有的可以爆波段 長線給你爆波段 你才爆得到80 不然你不是一堆人 就算你是給你買在55塊 60塊 你75 受不了了 65你就賣掉了 對 70賣光了 更比我講後面70到80 還有一張1萬塊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告訴你 我連幾十塊錢股票 我隨便一張都是10塊20塊 是 我沒有騙你 都能夠賺得到 今天誰 今天 來啊 大家要來幫忙抬轎了 是不是 那你今天 才來買的人 這兩天你才買的人 我要說什麼 跟你比愛心啊 我感謝你啊 為什麼 幫我們抬轎啊 對不對 我們是在叫上 我要感謝人還真多 就跟陳之凡講的嘛 要感謝人實在太多了 那我乾脆怎麼樣 謝天 對不對 對啊 然後當你看到新聞出來了 好 那所有的風都來了 所有的大人們都來了 外資投信都來了 因為要感謝的人太多了 所以只好謝天 我還要謝誰 謝投信 對不對 不是天天來抬轎嗎 投信大大都來了 我是不是告訴你 我做的股票很簡單 我有帶你去看現行嗎 需要嗎 沒有 我只要看 人氣我取 投信殺光的股票 我來買 黨黨獲利啊 黨黨賺啊 是不是 那你們喜歡怎麼樣 投信天天買的時候 來跟著買好了 那現在是誰幫誰抬轎 投信幫我的會員抬轎 然後呢 你看到投信買 你再來幫投信抬轎 是不是 第一個你往投信一步 對 你往我們兩步 因為投信玩我一步 對 你已經跟我們是兩步之搖 我想投信玩我一步的 不只這一檔 我過兩天我要再開一檔 你就知道了 你知道來檔 你知道嗎 其實很多股票都是如此 有的人看我節目覺得 我很可愛 對很真 有人覺得 有人覺得我很討厭 為什麼 老師其實就很真誠 因為我常講一些你聽了不舒服的話 別人不敢說的話 可是我還是要講啊 為什麼 說真話 是希望可以真正幫助到你 我講好話 但是 你股票一直被套 你的股票一直不漲 對不對 那有什麼用 最重要 股票要漲才有用嘛 對不對 最實在的 買對股票才有用嘛 對啊 對不對 你在長龍跟陽明不賺 你的航運股不賺 你繼續報在那邊 沒關係再報 再報再報再報 反正有一天總會雲開見日 我跟你講 會雲開見月明的 我就告訴你 會雲開見月明 你好好給我報警處理 不會雲開見月明的 我就告訴你 你要早點狸貓換太子 沒錯 石頭換鑽石 是不是 好啊你看我們威剛 對不對 我昨天 有 最後節目尾聲 一點點時間分享 來 我說圖迷花開 春世了 對 三星減廠 記憶體將贏剩下 威剛實權 金豪克還有這一檔 哪一檔 來哪一檔 你要知道 電話直接打來 加LINE來問 綠色框框掃起來 自己來問 在中節目很短 我的YT 我都可以講一小時 我可以把這一檔 講得很清楚 但是我不希望匆匆忙忙的講 你沒聽清楚 你就亂追亂買 然後就覺得我不準 我說你要能夠接受慢慢變富 你再來 我已經跟你講好幾次了 對不對 你想賺快錢 我說這個 這一個世界上下左右 有沒有 一堆我們台灣 中華民國投顧分析師上百位 一堆告訴你 他這邊可以有 一倍 一個月一倍的 一堆 對不對 拿 天天拿標股來騙你 可是入圍之後 一檔標股都沒有的 有沒有 有啊 昨天寫類史不還看到了 對 你要相信 你去相信啊 可是我都告訴你 然後我這邊 有你的春天 我不保證 你今天買股票明天立刻漲 你剛剛看到那兩位 剛剛就是了嘛 對不對 這個威剛不就是嗎 但我讓你抱多久 這個coaching是多少 這個3月13 對不對 到現在 不到一個月啊 不到一個月 有人就受不了了 真的啊 他希望怎麼樣 買家具 隔天就要漲停板 對不對 不然這樣 我跟你講 手上股票要漲停板 那是運氣 真的 我早就跟你講了 你不要把運氣當作什麼樣 常態 當作常態 那你會搞錯 你會看10年的節目 你有沒有發現 好來 我們話先講到這 我先跟你解釋 好不好 我說圖明花開 圈事了 昨天來不及跟大家多解釋 今天我們跟大家分享 投資人喔 在古海裡面所學到教訓 就是 就是從來沒學會教訓 我講這句話 我是從歷史學家湯恩比 他寫的一本書叫歷史研究 我跟你講 一側這麼厚 上下兩側加起來這麼厚 可以當枕頭了 對 老師 奇怪 你是做分析師 你怎麼去讀歷史 你怎麼知道歷史 我告訴你 你不知道可多了 老師還讀俄國史 一個分析師 你以為只是看股票嗎 我跟你講他要跟大股東 他要跟主力在後面玩幹嘛 玩賽局 玩博弈 鬥志 你們知道賽局嗎 你知道博弈論嗎 為什麼在投信砍出來股票 外資砍出來股票 我會勇敢去買 我就是在跟大股東 跟這些法輪玩賽局 所以我總是找他一步 等他來幫我抬轎 你要跟我做這樣的投股票 對不對 會員你要跟我這樣做 才幸福 沒錯 你有沒有發現 你買了十年 你看了十年的節目 你怎麼發現 怎麼最後好像都是在幫他抬轎呢 那我只能講你看錯節目 你懂嗎 我如果亮牌的股票 告訴你不要亂追了 我會亮牌代表我的價差拉出來 拉大了 你不要再來追了 是的 好嗎 好來 我連一首 我連 這樣的一首 我連一個花 我連用花的時節 我不是可以用錢掛帶你做股票嗎 是 我說我連用花的時節都可以帶你做股票 我需要葛蘭币八大法則嗎 我需要破浪理論嗎 不需要啊 來 老祖宗的智慧都在裡面 一重霉粉 退禪裝 霉什麼時候 冬天 冬天快結束的時候 對 冬天開花 有沒有 一重霉粉 退禪裝 清大有個霉圓 我每年都會去看 很美 對不對 一月的時候 其實一月就是冬天快結束了 霉圓 對不對 好來 塗抹新紅 上海棠 有沒有 梅接著來 海棠 聞到了 有沒有 海棠香 然後呢 開到 圖迷花是了 什麼意思 圖迷花 等到圖迷花開的時候 春天 已經進了 春天該開的花 都開完了 這最後一棒了 已經開到尾聲了 有幾個分析師 有辦法跟你講這些 沒有辦法 老師這跟股票有什麼關係 我等一下講給你聽 不要急 好來 開到圖迷花是了 對 到圖迷是春天 最後一棒 最後開的花 對 你有看紅樓夢的 就會知道 來 賈寶玉她有沒有講這一段 有沒有講花到圖迷 有 紅樓夢看清楚來 來 最後重點在哪裡 這兩句 開到圖迷花是了 之後 絲絲天極 粗梅牆 什麼意思 什麼叫 天極粗梅牆 我告訴你 3月底 我們告訴你說 第一季我們打了完美的勝仗 漂亮完勝 接下來我的股票要開始換了 有一些 可以延續到第二季 有一些怎麼樣 弄漲一倍的 你不要再去買了 獲利下車 有沒有 我說艾普我早就都走了 你看昨天公布3月營收 啪上去今天就下來了 有沒有 第二季有第二季的節氣的股票 第二季有第二季 營收成長的股票 那怎麼掌握 比第一季好 所以 開到圖迷花是了 你要跟第一季的股票說拜拜 尾聲結束 你要跟第一季的那些作帳股說拜拜 要幹嘛 要迎接第二季 你要迎接第二季 有沒有 孟德爾的 來 來 種下 剩下 會開的花 是什麼花呢 夏天 初夏 什麼股票開始漲 你要跟我來做這個 第二季什麼花香會跳出 這是節奏 這跟技術分析有關係 沒有 沒關係 這跟什麼東西有關係 跟公司的營收 第二季會不會好起來 有關係 是 跟他們的周期性也對 你還在管技術分析嗎 來 很明白了 所以 今天台積電不是營收很差嗎 對 為什麼台積電接電 最後 人在拉咧 對啊 其實台積電 我是不是早就告訴你 台積電第二季 第一季第二季就是淡季 是 那你要在什麼時候佈局 寒冬佈局 淡季快結束 快結束的時候佈局 對不對 第三季第四季 就台積電旺季啊 那是不是旺季了 他準備又要到六百七百了 這是不是又是一個節契循環 因為今年已經沒有升息利空了嘛 對 所以你不要妄想他要回到三百了 因此你去年你聽了一堆人 在破自白的時候 亂看空的人 你怎麼辦 對不對 等一下我給你重播 去年七月之後 很可憐 你真的看錯節目 跟錯分析師的人 我說選擇也是一種能力 沒錯 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對不對 是的 來所以 接下來 你如果做錯股票 來看到喔 濕濕天急 出眉牆喔 本來賞花賞得好好的 最後怎麼樣 花卸了你不知道 你還幹嘛 你還去那邊給怎麼樣 背花刺嗎 背花刺 因為花都會有 背經濟刺 背經濟刺 好來 現在你懂嗎 懂了 這一首是 送往期的這個春暮 什麼叫春暮 春天要結束了 是 對不對 尤小妍 這首詩送你 好來 居然也可以運用在台北股市 好朋友們 你真的是沒看過吧 我要跟你講什麼 昨天 這等一下再跟你講 我們賺完了 就是你看到衛剛上來對不對 是 這一兩天有一檔股票的營收爛到爆 我現在先跟你講 營收爛到爆 這些都是 大家都知道 我都是伏筆 因為我不能跟你講哪一支股票 對不對 只有我們會員知道 有一檔營收爛到爆 昨天爛到爆 股價沒差跌停 今天卻怎麼樣 直接往上走 直接往上漲11塊 還收最高 還收最高 好厲害 所以這種股票只有我賺得到 是啊 我今天跟你講 來 這檔股票 山頭鞋照 夠不夠鞋照 好鞋 非常鞋 對不對 對 請問 他是誰 你要買這邊嗎 你知道嗎 昨天我睡覺前 有一個人來問我長榮航 天上飛的長榮航空 然後他的成本36 我一看36 根本就是買在去年10月 去年10月你不跟我接140的愛普 你跑去買36的長榮航 現在長榮航掉到20幾 愛普卻漲到300 你現在知道節奏的差別了嗎 去年10月你應該去買這種低階的股票 你怎麼會去追高高的航運呢 天邊的彩虹 所以我說跟對人很重要 是 對不對 買強勢股好像很厲害 但是 過半年就知道了 都是買在高點 有沒有 所以這一檔 所以這一檔到底他是誰 這一檔 我過兩天 其實今天已經漲了啦 等價價再拉大一點 明天再拉開 明天再拉開 我跟你公布 好 明天再拉開我跟妳公布 對不對 而且妳都知道嘛 我不是隨便拿一個漲的就說我有 對不對 我都是有抠訊做證明 是不是 我來 好 所以想知道的自己加LINE 小老鼠HiH888 綠色框框 早起來 剛剛講到圖迷 我上個週末去郊西 正好有一個藝廊有展 好美 展圖迷我看了 好美 我看到圖迷我就想到 花令時節跟股票的操作節奏 全中華民國分析師沒有第二個 有辦法像我 有這種功夫啦 好不好 連錢掛都是 在昨天我是不是跟你分享這一個 有 學玲玲的例子 前前後後跟著三個老師 對 四百萬 有沒有 虧掉只剩五十萬 對 它裡面提到三個老師 我們 我都把它畫起來 因為不方便 知道是誰 我其實很想把它公開 是不要啦 但是算了啦 好不好算了 但是它講最後一個有沒有 對它空 空在地板 對不對 我跟你講這最後一個空在地板 這一個它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其實這一個分析師 我在去年八月的時候 就有人跟我講 當我在買兩百三 兩百五以下的M31的時候 這一個分析師呢 帶人家去空我的股票 我要強調一次喔 我那時候我去買三百以下的金星科 有 M31 六百以下的四星KY 這個分析師呢 不學無數啦 我說台青交成的股票 你不去做研究 你不去做多 你看到高價股 閉著眼睛就去空它 結果 來 嘎到爆 嘎到爆啊 真的 你看M31 漲到多少 六百多少 所以啊 四百萬只剩五十萬 現在哭著來找我 嗯哼 導播你幫我重播 去年八月 15 我怎麼講 這一個分析師的 這一個這裡面的會員 參加的他的那個老師 別家 帶他放空M31 請看喔 這邊是不是有寫M31 我們念給你聽喔 請問老師格局 要放多大 因為被尬嘛 所以他就叫他格局放大 就學我講話嘛 要看遠一點 要有格局嘛 我跟你講 嘎空你去有格局看看 好嗎 你跟他學什麼 一年 五年 我覺得這波這樣凹 實在太扯了 然後呢 完全沒有風險意識 M31從底部嘎上來 快四成耶 我跟你講 天啊 嘎四成很可怕 快四成不是昨天 快四成是在上禮拜 我有沒有跟你講過 對 這一波嘎到三百五 不是四成的 你算一下 你去空兩百 最低兩百一十六 對不對 我跟你講多數都不是帶你高空的 都是利空去空的 對看他 他就 TMD去嘎在怎麼樣 去空在國安基金不見場那一天 我猜啦 對不對 七月十二十二十三那個時候 對啊 二十六對不對 現在一張 今天已經三五零了 三五零 至少 至少 一 三 四 一百三十四 對 一百三三四 一百四 你去除以二一六 快七十百分 好可怕喔 六十五百分 六十五百分 我會只能夠 這時候我再帶你賺 五十八六十乾 對不對 他要带你一档亏十万 十五万 十三万 那来回二十三万 对不对 最遥远的局 你要转台吗 请问 你还要转台吗 都看到了 所以一切竟在不言中 都看到了 来 我们要进广告了 是 赶快加来 去年八月十五号 你好好想一想 去年的八月十五号 你在干什么 去年的八月十五号 你在看谁的节目 去年的八月十五号 到现在你赚钱没有 问问自己 如果没有 light加起来 你利用广告时间 你好好想一想 那些没有让你赚钱的节目 那些没让你赚钱的分析师 你还要继续花你的时间 浪费你的生命再看下去吗 赶快把light先加起来 行行吧 我们先进广告 来 去年的七月八月 希希姐来 对不对 七月还有五四问 有没有 陆行师给你问两次 台积电一直在杀破敌的时候 你在干嘛 你现在醒一醒 你现在想一想 那时候你在干嘛 有没有分析师叫你保守的 你那时候去保守 你错过三百块以下的M31 现在是六百八 你那时候保守 你错过五百 五百五十六 五百六的四星KY 现在四星KY 一千三创历史新高 创意也是 所以我要告诉你 选择比努力重要 选对人 选对股 也是一种能力 你的人生是你过去千万个选择 出来的结果 你想一想是不是 看错节目也是一种选择 常常有人告诉我 不要试图去改变任何人 因为人教人是教不会的 为什么 但是事情教人一次就够 人只有痛醒跟疼醒 人是教不行的 你们是这种人吗 你可以好好想一想 因为人性不需要听真话 只需要听好听的话 好听的话对你有帮助吗 说产业悬谷 那就产业悬谷 我带你做的都是台湾 最有竞争力的公司 所以难得有甜甜价 你要跟我买有竞争力的公司 没错 对不对 一般人听片不听劝 亲爱的 我的节目你看那么久了 你是要听劝还是要听片呢 自己选择 好不好 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边 好不好 好 很重要 年年碎碎 股香是碎碎年年人不同 同样的股票 一张我可以让你赚10万 别人是一张带你亏10万 你要跟什么样的分析师 利用广告时间 电话直接打来 我们的全天打扮 在那边等 那你直接加进来 再次感谢建山老师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选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6000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